凡者 凡的横畫到斜的還超長的 超長而且超斜的 那一定是長的 撇短那長 幾乎都如此啊 撇短那長 所以它横畫會夠斜 字也不會歪 折 折 重的可以 輕的 輕而且超 我每次都會把它寫得很短 不斷提醒自己要寫長一點 還是短了 再怎麼樣的人喔 就是有一個慣性 所以你要調整那個慣性 你就要花很多時間 你就要 經常寫 偷懶不得啦 功夫 功夫是練出來的 不是嘴巴搶出來的 要不是 我是在錄影 我也懶得跟你講話 我自己寫字不會講話 好不好 不要以為我這麼愛講話 我只是不想跟其他的書法教學影片一樣 老是在演墨具 不然你也出個聲音嘛 你自己覺得寫得怎麼樣啊 哪裡要怎麼樣 稍微講什麼什麼心得 我們講一下嘛 反正閒著也閒著嘛 這樣大多數很多都是在配音啊 最討厭人家配一個 配什麼音 我要聽因為我不會自己去找個地方聽啊 好 好像麥克風 大家都沒有麥克風一樣 想一想 就是不要跟你一樣 寧可讓別人說我囉嗦 就是不要跟你一樣 因為這世界已經夠無聊了 還演什麼墨具啊 講個話嘛 雖然你看不到我 我看不到你 總是聊聊天嘛 有意見 下面還可以搶沙發 聊聊 聊 留個言 沒什麼不好啊 人生嘛 你現在還有機會講話趕快講 每次看到那個 大家分享的什麼 那個一些事情都覺得 哎呀真太好啊 人要多努力啊 能動則動啊 不要怕累啊 以後的休息時間很長啊 有聽懂嗎 應該很多人聽得懂意思 人生啊 休息的時間很長 躺在棺材裡面的時間 非常久 久到你都不知道能幹嘛了 那你活著的時候 能累啊 就累了 吃虧占便宜 一般很多人都不喜歡累 那會覺得 幹嘛那麼累又沒好處 有時候累不累不是為了好處 而是 反正動一動嘛 如果這邊有幫助你就 稍微動一下嘛 拔一毛利天下 何樂而不為 不要拔一毛以利天下 一毛不拔的 那都不為之啊 那就不行了 雖然這是你的自由啦 你做不做這種 立人立己的事 是你的自由 你只要損 這要損人不利己就好 這隻筆有一根很硬的雜毛在那邊卡著 每次寫的時候都會卡到 卡到你就克服它吧 很多人比跟我一樣 也是有時候很難寫 不用怪他 想辦法寫好 那你說可不可以描 其實 如果是當作品的話 我是可以建議你去描他一點點 但是 那描的下場都不會很好 所以不要想要養成這種習慣 我喜歡一筆完成就一筆完成 不要養成等一下還有救 你只要養成等一下還有救的心態 你每一次都會救他 所以你變成你每一次都沒有寫好 因為你想說有等一下有救嘛 所以沒有關係 如果你是破斧成舟 我下去了 我就是不 不再補了 不在那邊獨獨獨獨獨了 那你就只好想盡辦法寫好 有時候 有時候 要鞭策自己 自己呢 一次寫好有什麼不好 沒寫好沒寫好就算了 再繼續練習 當然就是因為沒寫好 所以才一直練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學術法的人是神經病啊 一個字一隻血一隻血 你想怎麼樣 那是喜憨啊 就好像 我們學打乒乓球也是一樣 一個球一直練 一直練有什麼好練 一直打來打去有什麼好打的 那是練嘛 說難聽一點 即使你一直打一直打 練得好厲害 上場的時候 全部都派不上用場 因為練習跟比賽是有 十分大的差距 練習打得非常好 比賽的時候只剩下 十分之一不到 跟你靈鐵一百分 寫自己寫的時候 只剩下二十分三十分 是一樣的道理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